嗨各位束褲们,欢迎来到束褲3C团 昨天我们有完整直播还原这款游戏后 我们三个人对于这个结局各有不同的猜测 先说说我们对于这个游戏的心得吧 这一款由80年代为背景的第一人称恐怖游戏还原 玩法上跟外国的第一人称3D恐怖游戏类似 但会因为剧情而由游戏控制视角和移动速度 游玩的过程中很容易能够由灯光、声音、物品提示来获得游戏的进展 所以游戏过程中解谜还蛮顺利的 我认为这也是因为游戏的背景是大家熟悉的台湾 很多的谜题都跟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息息相关 所以很容易解完谜题进而过关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我们讨论脑补出来的故事结局吧 首先是阿贵的猜测 阿贵认为美心是被关在厕所死亡的 不论是被泡死饿死都是死了 原因是在于何老师的电话对话中说 让他慢慢泡不要开厕所门 游戏中的厕所也一直是锁着的 在厕所的片段中 爸爸洗手也是洗得蛮熟悉的 接着也有被关在厕所要被血水淹死的画面 醒来看到美心跑走 看到一个浴缸装满了血也是否暗示浴缸装的不只是蛇酒 而是瓮里面的血 而瓮里面呢被丢了妈妈的鞋子 旗袍 皇冠 透过美心的愿望图里面装了大明星的三样东西 而爸爸也刚好献祭了三样东西 而妈妈在广播中谈到演出后 可能要带着一家子离开 所以妈妈很有可能被何老师说死 要爸爸杀来献祭后让美心跑 也可以在妈妈样貌的鬼 追逐的场景中看到疑似妈妈穿着旗袍 高跟鞋 王冠 所以妈妈 美心 都死了 爸爸最后坐在家中 一无所有的看着电视 这就是阿贵的猜测 接着是陈武的猜测 陈武认为 故事架构没有那么复杂 美心问妈妈去哪里了 到广播中 妈妈付出后 谈到要带着一家子离开后 就有妈妈提着行李箱离开的画面 而美心则是在妈妈离开后 由何老师的泡酒仪式 关在厕所中死亡 才发现何老师是个神棍的爸爸 最后老婆离开 女儿被自己的愚蠢害死 一无所有的看着电视 这是陈武的猜测 最后呢 则是五块超级脑补式的推理 首先在游戏中 墙上有管我孩子美心的字样 还有妈妈拿刀杀爸爸的涂鸦 游戏中多次由妈妈是鬼 来追杀的意向来推论 而美心的忧郁症呢 是只要爸妈争执或吵架 病就会发作 爸爸呢 则是在整段故事中 都是从他死了之后 要走入地狱 对他在世所取的愿望还愿 所以他要经历害死女儿的过程 和逼妻子痛下杀手的过程 最后有女儿说 爸爸我们回家吧 代表爸爸跟女儿都死了 最后因为亡死 只能待在原地 所以五块的故事总结 就是爸爸把女儿关在厕所 妈妈得知后要去要孩子 女儿听到争执 并发死在厕所 妈妈看到女儿死了 则是痛下杀手 杀了爸爸 所以这也是鬼 都是有妈妈扮演的隐喻 那么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三个 主观推论的脑补故事剧情 有什么看法呢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